各位同学好,我们今天开始学习定法 不知道各位同学知不知道这篇文章是选择于哪一本书籍的呢? 就是韩非子 那韩非子是谁的作品呢? 那就是韩非了 那大家知道韩非是什么认识呢? 那他就是战国时代的人物 那是战国七雄当中韩国的贵族 那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法家和儒家、道家都一样 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学派 那他的学说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所以要了解中国文化呢 也一定要对这三家的学说呢 有所认识 即是儒道法这三家的思想学说 那我们以前曾经学习过 儒家和道家的篇章 现在呢,就考虑大家了 试试说出儒家和道家的代表人物 那儒家代表人物呢 就是孔曼、孔子、曼子 道家就老庄、老子、庄子 那大家又知不知道 法家有什么代表人物呢? 法家就有 神道、身不害、相殃、寒妃、寒妃子 或者寒妃呢 那当中 就主张君主专权推行刑法 控制大臣和人物的 那依上所举的四个法家人物 他们的思想重点有什么不同呢? 当中神道呢 就是更小的 认为君主应该加强权势 用来呢 镇压神下 至于身不害 就是重述的 认为君主呢 应该注意控制大臣的方法 至于商鞅呢 就重法 那么认为君主应该制定法令 约束人民 那么至于韩妃子呢 就是反对片面地 强调 细述法 他主张君主呢 应该将三者结合 才能够管治国家 那么所以呢 可以说他是法家的习大成者 那么这篇文章呢 也就是定法这篇文章呢 就可以见到韩妃子对身不害 和商鞅的学说 提出了批评 并且确立正确可行的治国方法 好了 那么讲完这篇文章的背景之后呢 我们就来正式学习课文了 那么这篇文章的题目 定法 是什么意思呢 定字呢 其实就是确定这个意思 而定法就是指确定治国的法令 大家先看第一段 问者若 身不害 公宣殃 此以家之言 熟急于国 那么这里第一段 那么这一段就比较简短的 作者用了什么方式来引入正题呢 那么作者用了撤文的方式 他假设有人发问 然后呢引出夏文的论述 那当中你提到 身不害了 那身不害有什么功绩呢 身不害曾经担任韩国的宰相 协助君主治理韩国呢 十五年 那么另一方面 公宣殃又是谁呢 公宣殃其实就是商殃 那么姓公孙 曾经为秦孝公推行变法 令到秦国变得富强 那么我读中士同学 就应该都知道了 那么接着呢 他就受封于商 所以就称为商殃 那么第一段的这里所说 此以家之言熟急于国 那么当中这个熟字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里就是疑问代词 是解谁呢 哪一个呢 那么急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急字呢 本来就是形容词用紧急 这里就活用为动词 就是解作急需 那么如果要将这段语译为白话文的呢 就是有人问 身不害功宣殃 这两家的学说 哪一个是国家急需的呢 那么大家都知道 身不害就更迅 商殃就更迅 在术和法 两者中间 哪一个更加重要呢 韩非指 就是假借了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就在夏文对这两家的学说 提出批评 那么韩非有些什么意见呢 大家可以先试试尋求答案 我们留待下一次再讨论 现在给个练习大家做 试试回答以下两条问题 第一条 试据出儒家、道家和法家的代表人物 并且律述他们的学术主张 第二条 法家分哪几个学派呢 韩非指属于哪一派呢 记住自己试试做一族先 第一条 虞家代表人物呢 孔子、孔子、孔子、道家就老庄 法家呢 神道身不害区相余和可非指 認為君主應該制定法令以約束人民 龐飛子反對片面強調 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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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他主張君主應該將三者結合 才能夠管治國家 所以他就是法家的習大成者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